新手爸媽工作育兒兩頭燒 不少家長選擇準公共托嬰 不過北市社會局宣布 9月1號起每月托育費 調升一千元 家長普遍可以接受 調整費用依地區來看 北市萬華大同南港北投及溫山區 從兩萬一千五百元 調整至兩萬兩千五百元 另外在士林中山松山 信義內湖中正及大安區 調整後為兩萬三千五百元 至於準公共居家保姆 托育費用同樣調升一千元 中正及大安區調整後為兩萬元 其他行政區則收一萬九千元 考量啊那個我們保姆 他其實從一零五年 他的月收費都沒有調整過 那機構托育人員雖然是有調整 但也是在一一年 那時候也只有調整了月費五百塊而已 不只托育費要漲 延托費單次收費上限調整十元 傍晚五點半到六點半 由一百二十元調升至一百三十元 六點半到七點調升至八十五元 七點後預食費 每小時則要收九十五元 我們新救生呢都是可以調整這個費用的 那其實現在陸續啊機構都有來發光 我們報我們說他們要調整這個一千元的收費 社會局強調托育費提升是用全體新救生契約 機構完成契約收訂之後就可以開始新收費 而費用調整野生家長在選擇時的多一口量 三立新聞 吴建成張士涵 台北藏寶